今天這裡的主人叫做邱顯輝大哥 顯是明顯的顯 那大家就叫他輝哥就可以 那這裡等一下輝哥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在這邊經營的狀況 好我們歡迎他 謝謝輝哥 大家好 輝哥好 其實我經營有機這一塊的話 因為其實我看守所班的議題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市場 我回到這裡想要競材 競材還是什麼 但是並沒有想說要做得這麼有機的 因為看守所這個議題來說 要遵守我們同地的話 因為我們政府要 政府太怕了 要有議題就該改 我就該修改了 那時候因為很多NGO團體進來 像一些綠檔 蠻野 蠻野 自然步道 祖物聯盟 他們一直進來 進來後來認識一些 把三隻那個林野龍茶 那個琉璃血料師也帶進來了 他帶進來後來 因為認識他後來之後 他說你講什麼種有機的 我從那一刻來種種有機蔬菜 那種有機蔬菜 我現在今年是第七年 實際上齁 公開而已 很可憐 剛開始起初的話 因為 不用化學藥 不用農藥 再淘這個氣候的話 是可行的 但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你在土壤方面 要慢慢去培養 其實先養地就對了 培養 培養到第五年之後 才有一點成果 那我現在幕後前 我在行銷 沒有在網路上行銷 就是客戶 直接來客菜買菜 等於客戶 一個介紹一個介紹一個 這樣子進來 因為我兒子去年畢業了 目前工作差不多是22k到27k之間 他要找到27k要三班同班次的 我就不要了 這老爸也做不來 幫忙我 後來年後他也 七年八月分退五 幫忙一年多了 因為小孩子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說 我自己有辦法做外地做外地 就好了 叫我不要去搶搶 但是因為我的小孩子 要跟我做的話 因為他以後畢竟有一個家庭 我們要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 或變成說 就只有說走市集 那我就跟著養母們 放四八市集 再走 那些禮拜六個禮拜天 都有市集出去 所以說 假日都是我一個在農場 這樣子 那等於說 進行這一塊的話 等於說 因為等於說 我只能說 再種有7千塊吧 要有心啊 因為其實很多 因為我碰到很多人 等於說打到一半 就退堂股 就像我當初一樣 我第一年種的時候 因為我老爸以前都用化學回料 用農藥 在我手上一接上去 我就不用化學 不用農藥 真巧啊 菜不漂亮 那蟲又吃光了 好 後來這怎麼辦 等於說 因為等於說 因為黃馬人球 這是一種生態的 循環嘛 慢慢去 你經營這個 周邊的環境的話 營造這個生態出來的話 因為你說 所有的外屋都是一物客一物的 病愛 從愛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那時候 我經營下來的話 你說 第一年的話 很慘 我第一年的時候 已經是 葉菜類 一斤都沒50塊 我們家人說 我媽媽說 你 你 請到 一斤五十塊 你第一塊也是 50塊 反正我就單一隻 都50塊啊 那時候 真的 營業有一個位 不要不再一樣 但是 足足 經營了四年 差不多一萬塊 再這樣 慘淡經營 那經營到 第五年的時候 也是 因為我每年都 每年都去進修 去學習 學到一些 生物房子這一塊 就改變了很多 那從第五年開始的話 就有成長 可以講說 倍數成長 但是在這四年 真的是很慘淡在經營 啊 有 有人說 終於正有機要 聊三年 啊 我說齁 沒聊四年 你也其實 融的這一塊的話 我認為說 不可以說 料 就這樣一樣啊 因為我 其實 劉力學教我做堆核 他純粹是教我做堆核 為什麼講劉力學 我想說 他是加拿大人 他比台灣人 更愛台灣 bolt 我也でしょう 為什麼 我們 espero中國人的話 咱 Jag Jag Jagay 有武功 武功 武功 武功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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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奴運 Billy 造成是九十塊 野 mov 輝功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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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道孫的 剩八十九年 剩八十五年 剩八十五年 但是劉力學的 他真的無言無悔 等於說 都把他剩 因為他自己自己體會 他又等於說 他沒有給我鎖啟動的費用 看我多感心 我知道什麼 他從山枝 開車到淡水 做捷運 坐到這裡差不多一小時 自己嚇到你了 我怎麼招待他呢 兩罐啤酒 他說你拿啤酒給我喝就好 你拿啤酒這樣 那他幾年的時間 真的長大一年的時間 所以說 我經營這塊 從第五年開始之後 有很多人都 因為你說 有力學他的噴光力很高 因為如果他就近的話 劉力學會介紹我到這邊來 跟我們學 這樣子 因為我也教過我們滿多人 但是你說 太多半途我會 因為多於這一方面的話 比如說 炒 嘖 那個味道之後 小三貓 其實在那裡有 冰得到了 大家平衡都平衡 現在還好喔 因為也是做到俏平 因為快樂快熟成了 以前團體剛進來的話 像昨天啊 昨天是在環教系的方野老 有帶四五十個學生來 但我們去 我對環保室都在這邊 我後來跟我講說 有的同學都在捏著鼻子 你知道嗎 應該還是有點味道 但是因為我們習慣了 不會有覺得 像大肥子 對 像大肥子 對啊 所以說 一個外國人 沒有太多人會幫我們教 所以我現在講說 有的六輕黑人 我都會幫我們教 但是其實 我學了 我要講一句話 其實 現在 以前的知識齁 要老鼠教 第一式要老鼠教 現在我現在變了 現在有老鼠沒有老鼠也沒差 我都說這樣 顛倒太厲害了 關鍵是七月而已 大股也有 所以要在這裡大股也有 現在我們要學的什麼 學的智慧 第一位是我們比較人的經驗 拿人的騎到 有人的騎到 我現在沒辦法 知識很簡單 批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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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塗盲 有啊 因此我經營到聽說 沐到現在的話 第七年 是還好啦 但是 水鐵也有 真的 也都是都虧一些環保團體 後面在一直支持我們 但是 很遺憾是說 我們昨天在環保署,環民大會,我們打輸了 因為真正環民好像通過了 就是等於說,或者再過幾年之後你們來這邊的話 就變得一樣,因為他們要看守所要搬進來 確定? 土城看守所? 土城看守所搬進來 那是嗎?帶人來凍菜喔? 不是 他那個看守所,他目前面積只有10公斤 他說容納不夠,犯人容納不下 他在變成法院,地權署,整個都要搬進來 看守所搬進來 那當... 徵收你們這些? 對,對 那當初徵收,我們就... 徵收128公斤 那我們不要 所以我們這六七年來都一直在抗爭 那進來一定都是水泥就進來了 對啊 不單單是水泥啊 車子啊,人啊 你這裡幾公斤? 12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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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給他啦 他目前他... 因為我們一直抗爭,他縮小到54公斤 等於說你現在進來,從秦篤農場那邊齁 秦篤啊 進來那路頭,那路頭,你直直走齁 右邊的,沿水上全部保留 但是左邊的,全部徵收 但是也很不好一件事 因為他是擴大都市計劃案 他基本上是納住擴大都市計劃案 也就是都市計劃用地裡面 他五年可以做一個通盤檢討 市政務五年就可以做通盤檢討 通盤檢討之後他想要做什麼 做什麼都隨便他話 他就不用經過黃包署的一個政政環境 他可以用全食青春的方式 對,他們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這樣子 今天先吃54公斤 五年後,我再吃一口 吃一口 但是我們一直要求說 你不可以這樣 你真的要清潔後 你要126公頃,全部做公頃 那大台北地區人需要的是什麼 土層人需要的是什麼 以這個方向來走 並不是說 你親戶說來這裡提出 駐台區上 那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為我一直跟政府們講說 台灣人會缺什麼 缺立地,缺公園 有 像現在空屋率那麼高 都百分之14%以上 有需要那麼多房子嗎 但是你在 搞了那麼多間地 誰突然 財團 所以我有一天跟他們講過 老闆的板是三個口 啊 官聯是兩個口 百姓怎麼會這樣 出一支水 官聯是跟著財團靠 不然信永遠是一個最弱勢的 哇靠 那我們一直希望你知道這個地方能夠保留下來 你們這邊的建地 他如果要蓋那個看守府的話 就是他的地墓是已經先變更了嗎 還沒變更 現在都是農務用地 既然還沒有變更 他怎麼可以來做御用地 他就變更了 他就變更了 我講所有 讓我們的法條千八萬萬條啦 要可以自己照 他一定有辦法 他自己叫自己去做變更 法律是人家寫的 他一定是歸納他 他最好的去做 這樣子 所以新北市政府的態度也是傾向他們那邊 對 有錢可以啊 我會講 那你們選票是幹嘛用的 不是 我會講 不單單是新北市政府 連當地的議員 里長通通一樣 因為其實 因為講義 我們講義很實在一句話 今天你當議員做什麼 你當市長做什麼 衛免服務 有幾個衛免服務的 沒有 就是關說了 就像樣關說 就是 哎 啊 我現在做錯了 拜託你叫警察 就是關說而已 哪個民意代表不關說的 但是他們就是要賺錢 民意代表誰去關說 也是我們叫他去關說 對啊 就是一樣 所以說 所以我說嘛 偏向烏鴉一般黑 有沒有看到白烏鴉的 沒有 那個 威師大哥 你從兩個口變三個口了 對 對不對 所以說一樣 人家說 你說嘛 啊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變化趕不上老闆的一句話 就這樣一樣啊 你跟他說 我們叫他很好的 老闆一句話 這邊不行 從來要做什麼 整個 那個 你們有沒有什麼所謂的替代方案 他們有沒有提出一些什麼 有 他的替代方案就是你方案 他所有的替代方案就是 只有看守所搬來這個方案 他做什麼方案都沒有 那這不是叫 維本環庭的基本原則 一定要有替代 所以說 我解釋 因為我們昨天有一句改 我跟你講 我們 長期抗承已經六年多了 我們在七 好像六年有 開一個 方案檢討會 這次他替代方案 他有 四個替代方案 有四個替代方案 一個就是 任何方案都沒有 維持現狀 都不動 都不動 維持現狀 都不動 第二個等於說 他就徵收21公頃 就是 高速公路 以北的那部分徵收 我們今天維持不動 看守所不來 那一個看守所來 就是 看守所一樣進來 徵收128公頃 全部徵收 一個就是 看守所進來 徵收54公頃 但是呢 政府 他會規劃 他會把 54公頃 那個規劃案寫得最好 最好 最好的 讓黃民委員去選擇 那其他方案他寫得 過爛 有過差 這是 政府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們